2000多预算就别买什么苹果12和11pm了 性价比真心不高 所以说今天想要就从仓库2000多台的现货里面 挑出了几款性价比高的给你们讲讲 首先第一款的话就是这个苹果13 直角边框15的一个处理器 还有跟14 15同款的对角双色模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最新款 所以无论是颜值还是性能配置 拿回去再多用个三五年那是轻轻松松 重点是目前卡贴的13 128G 市场报价1950 同样卡贴的同行还在出多少呢 2799太贵了 这个价格的话可以入手512G顶配了 但在想象这里128G内存的直接2099起 第二款的话就是这个13 Pro和这个苹果14了 为什么把这两款放在一起介绍呢 因为他们俩的差价也就300块 目前卡贴的13 Pro 128G在咱家报价是2999起 而卡贴的14 128G想象橙色则是2699 当然怎么选哪款更合适入手 追求颜值手感的可以选择14 追求实用性拍照质感的可以选择13 Pro 第三款14 Plus那就可真厉害了 不管是性能续航方面还是性能配置都是能够轻松拿捏的 同价位一个能打到都没有 今天这一批都是今天刚到没有质检完的机器 目前像这种卡贴的14 Plus 188G小画橙色的 在想象加低至2899就可以入手一台 当然如果说对橙色要求比较高的小量和量级的话差不多都是2999和3099 那么如果说是你会怎么选呢 当然以上我说的这些机器都能保证是纯源无休的 现在入手还有这些配件大礼包 即刻拥有一百八十天质保服务 好了我是小杨 专做精品二十手机 我是认真的 谢谢大家